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大家买冰淇淋的时候都变得非常的谨慎 就怕一不小心拿到非常贵的 今天我打算在便利店里面点100块钱的冰淇淋 并且咱们要求老板随机配送 我们来看看100块钱在今天 究竟还能够买多少冰淇淋 你不是时候不露脸了吗 忘了 我视频都剪好了 我才发现我都没有露脸了 我预估100块钱怎么着 应该也能买个30多支吧 我找了一家便利店 点了正好100块钱的冰淇淋 加上这个打包费和配送费 这笔定是101块5 咱们现在给老板留言 老板帮我随机拿100块的雪糕 不能重复 OK支付成功 刚刚其实我把这个袋子送过来的时候 我一度认为它是送错了 结果在它的再三确认之下 以及我仔细核对了这个单子之后 我才承认它没送错 100块钱就这一点 1 2 3 4 5 6 7 8 9 中雪糕我就知道会有你 还一次来两个 这个梦龙 两个你们真的是好兄弟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什么索菲亚 鲦鱼烧 还有一个梦龙 然后这什么 这我从来没见过 还有个巴喜 一共就这9个 这怎么看都没有100块钱 对吧 大家感觉这最多30块钱吧 但是我仔细核对这个账单 它就是100块钱 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来我们对一下 这个梦龙香草口味就这个 9块钱 然后这个巴喜香草冰淇淋 12块钱 我原本以为三色杯已经是我吃不起的了 它是三色杯的两倍还要多 这什么雀巢八次方 这个10块钱 然后是索菲亚 索菲亚就这个8块钱 我天哪 这里面最便宜的是8块钱 鲦鱼烧 鲦鱼烧冰淇淋 10块钱 梦龙浓郁巧克黑巧克力 就这个10块钱 梦龙八丹木 什么什么什么 10块钱 然后这个中血糕 青牛乳血糕 就这个13 这是明月第二 第二杯的 丝绒可可 中血糕的丝绒可可 第一贵 这一支18块钱 真的是无语了 老板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你真的以为我不会心疼吗 这个就是18块钱 今天咱们的No.1 丝绒可可水糕 咱们就来尝一下它吧 18块钱就这么大 一口下去就两块钱了 好吃是好吃 一口下去非常的绵腻 而且它这种巧克力又不发腻 是很好吃 但是真的真的要卖18块钱吗 四季 是 谢谢大家